马航MH17客机 荷兰公布初步调查报告 说相信是外来物高速撞击 令到客机坠毁 负责今次凶乱调查的 荷兰运输安全委员会 在事故发生之后过几月 公布初步调查报告 调查人员从现场拍摄的相片观察 指残骸上的破洞结构 显示大量外来物以高速撞砖机身 令到客机的结构严重破损 并且在高空解体 加上残骸散布的面积非常大 都进一步显示客机在高空解体 根据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数据 以及机仓通话记录等资料 显示客机在罪委前运作一直正常 机师没有发出任何求救 并没有证据显示 机件故障或者人为错误导致罪机 报告没有指明事故责任随缩 委员会说会继续深入调查 预料一年之内会完成最终调查报告 空难在今年7月发生 编号MH-17的马航客机 原定由荷兰亚母斯特丹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 当飞越护克兰东部亲昂武装分子控制的地区时候 聚位 机上全部298人死亡 大部分是荷兰公民 护克兰同多个西方国家说 有证据显示是亲俄武装分子 发射地对空导弹将客机击落 亲俄武装分子一直否认 无线电视机就一层问题报道 克林顿和乔治布殊两个不同政党的美国前总统 同场出现不单没有针锋相对 还谈笑风生 讨论做公众人物和外公的苦乐 克林顿和乔治布殊这两位美国前总统 当地星期一在华盛顿同场出现 为总统领袖奖学金计划揭幕 两人接受主持人访问 期间多次惹起满场笑声 访问期间 克林顿的手机突然响起 克林顿的女儿切以西政怀孕 早已是外公的乔治布殊 向克林顿传授经验 美国共和和民主党近年在国会经常争拗 这些关乎民生的法案 一再拖延未能通过 有意见认为 议员和政客应该好好向两位前辈学习 在谭小坚化解分歧 无线电视记者张健拍报道 美国网球公开赛 日本球员感激威 结果在南丹取得亚军华家协 无论决赛 在谭小坚化解分歧